首先放入120毫升矿泉水或过滤水制容器 接下来放入一小茶匙POR制容器 POR使用方程式 粉量少时间长 粉量多时间短 水量保持不变 所有方程式为一小汤匙计算 下来将它搅拌均匀 不被搅拌均匀的POR将会自动分解 一小茶匙POR为一小时方程式计算 在放入纸钞至POR容器前 必须使用二火检测 水里和纸钞有没有荧光反应 若是POR容器水里有荧光反应 就必须更换至五荧光反应才可以使用 注意 假设纸钞有X荧光增白剂 药水或X荧光洁白剂反应 POR是不能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一小茶匙POR为一小时计算 等于30分钟必须翻转纸钞一次 翻转纸钞时 记得使用被白灯或验钞灯进行观察纸钞清洁进度 如果发现某部位仍然有瑕疵 可以使用针对性处理 将POR直接少量撒在该位置 这就是针对性处理方法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细节 就是纸钞荧光元素 纸钞荧光元素非常容易被错误清洗而导致损坏 其次 错误使用一般清洗剂来清洗纸钞 也将导致纸钞荧光体出现颜色变化 而导致纸钞荧光元素形成非原装荧光体颜色 严重错误清洗也将会导致 纸钞保险线损坏或形成荧光化学反应 若有如此之前错误清洗状况 请咨询我们大众专业或采用POR6来正确处理 使用超音波POR清洗模式 它是非常有效能发挥POR清洗作用 超音波能更加深入清洗纸钞红纤维 并且获得非常好的清洗效果 对于这方面想了解更多 可以询问我们大众专业 以便获得正确使用整体效果 一小时清洗后 基本上就能完毕整个基本程序 若发觉纸钞还未妥善解决瑕疵问题 可以继续推迟至理想效果 利用烫抖温度来进行热干程序 注意 只利用烫抖烫板来触摸纸钞表面 让纸钞能干至20%湿度80%干度 然后将纸钞放入预先准备好的纸钞保护袋里 使用两片塑胶平面滑板 两个小型G加 这是目前我们所推荐的G加板纸超热干模式 把纸钞放进两片滑平板内 再使用G加将它锁紧 注意 锁紧力度只需要用手指旋转力度许可 10至15分钟许可打开 这计算为20%湿度和80%干度准确计算为标准 以上所有信息来自大众专业基本清洗纸钞程序 POR 此产品针对1967年以上纸钞发黄或一般纸钞肮脏 有着一定的清除还原效果 使用后不会留下任何化学味道 没有附加荧光增白剂或荧光洁白剂化学成分 如想了解更多关于洗票产品或纸钞清洗服务 请即可联系我们 011-5660-2218 Diana 以便获得更加准确信息 大众与你同在 谢谢